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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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清晨 王中英妈妈都要穿过一片片芦苇荡 到河对岸赶草机 今天是周末 王妈妈更是起了个大扫 特意到市场上精心挑选了一条新鲜的鲤鱼 他要亲手为他的兵儿子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王妈妈一家住在长鼠市郊 虽说是靠着种地耕田养家的农民 但是街坊四林却都亲切地称他为冰妈妈 这其中的缘由 除了王妈妈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陈军送到天津当兵以外 还因为他在长鼠又多了一个兵儿子 丁奥坤 哎呦 好香啊 这个鱼 这鱼 我们长鼠的就是叫仙鱼 我呢 特别会儿子兵儿子做的 他特别喜欢我做的那个仙鱼了 他这个礼拜不回来了 我就送不去了 好帅 我要看你了 我把你头过来了 哎呦 这几天不看 好像越来越神奇多了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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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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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放心了哦 很干净 嗯 好吃啊 好吃 我怕斜了一点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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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这么晚口中的地方 真的看到儿子真的好抱歉 好抱歉 看着眼前这个每天都在取得进步的儿子 王妈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思绪也回到了与儿子谢父的那个秋天 三年前丁奥坤走出大学校门 头身绿色金颖 圆了自己心中的一个青春的梦想 敌亭的军装 火热的军营 占有的情意 让他感到了新鲜 快乐与充实 军队在选新文书的时候 就左手让老文书来带他 他的误性应该说非常的高 感觉这个小孩应该来说 一个成长的速度很快 在童年度冰当中脱颖而出 火热的军营生活 让丁奥坤感受到的不仅是大家庭的温暖 更重要的是带给了他一种积极 阳光 乐观的心态 让他一点点取散了弥漫在心头的阴霾 从丁奥坤记事的那天起 父母的争吵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思绪那年父母感情破令 不久父亲提出离婚 随后便离家出走 扔下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 也就是从那时起 丁奥坤便生活在孤单寂寞和恐惧之中 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失去了一个孩子 本该拥有的快乐与天真 爷爷把丁奥坤接回到自己家中 从此爷孙俩便相依为命 每个星期天 爷爷都会把丁奥坤送到他母亲的住处 让母子二人能够见上一面 每到星期天下午的时候 我一看到太阳 我心里就特别紧张 因为我知道太阳慢慢地落下山以后 我就不能跟母亲在一起了 我特想把太阳常常再推一推 让它一直挂在天上 能让我多一点时间跟母亲在一起 我每个星期都特别特别想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天 有一个不落的太阳该有多好 带着这个美丽的心愿 丁奥坤一天天长大 在他第一次穿上军装 紧握钢枪的那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男子汉 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 由然而生 那一刻他在心底 也许现了一个心愿 他希望能够逐渐化解多年以来 柱子之间的矛盾与恩怨 与父亲和谐相处 于是在丁奥坤21岁生日那天的晚上 他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他是第一次他把我电话挂掉了 第二次的时候 他接通了问我什么事情 我说爸今天是我生日 我知道你陪我说个话 父亲说要多少钱 要什么东西都跟我讲 电话也还是少打得好 最好不要给我打电话 就把电话挂了 父亲绝情冷酷的话语 一下下刺痛了丁奥坤的心 那一刻 他的内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与失落 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与热情 又被父亲的冷漠打击到了零点 我真的就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 感觉心里总是压着一块东西 释放不出来 基本上天天又是跟行尸走肉一样 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想法 大不了就不当这个兵 就连自己亲生父亲都不要我 我在部队还有什么意思 他就开始慢慢的逃避训练 所以很多次他可能连早操都不愿意去出 为了激励丁奥坤 队长赋予率使出了激将法 他撤掉了丁奥坤文术的职务 将他重新安排在战斗班中 但是由于丁奥坤的消极情绪 他成为了中队里成绩最差的一名战士 正当丁奥坤的情绪处于最低谷的时候 2010年秋天 常属市委市政府是人物部等部门 组织了百名常属妈妈 与百名驻长新战士 结队认亲的活动 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那些 经历过家庭变故的战士们 让他们能够在亲情的宫爱下 重拾自信快乐的生活 市委市政府组织的百名常属妈妈 以助长士兵机队认亲活动 以及十大服务品牌进经营活动 就是希望通过为部队 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来弘扬光大光荣参土 如何挑选合适的兵妈妈 与我们的战士绝对认亲 我们也做了一些考量 就是说这些兵妈妈的子女 一是在外地服役 她的自身 首先要自信 理性 有母爱 能够给她们带去关爱 让她们能够从心灵的深处 产生自信 能够从心灵的阴影走出来 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 兵妈妈王中英 走进了丁奥坤的生活 她的出现 犹如一盏明灯 点燃了丁奥坤 封闭已久的心灵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这个孩子是很乖 很优秀的 她的脸好像兴师重重的 那种样子 我问她 她不吭声 她给我第一眼的感觉 她穿得很朴实 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而且在跟我说话的时候 又感觉她很和蔼 给我内心又感觉到 好像这个太阳可以永远不会落 当天晚上 沉醉在兵妈妈亲戚的笑容里 丁奥坤感受到了一种 久违的温暖与幸福 队长查完铺以后 丁奥坤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偷偷跑到了电话亭 拨通了兵妈妈的电话 跟我讲 她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无论她做的再怎么不好 再怎么不对 你也应该原谅她 并且跟我讲到她儿子 前几天打电话告诉她 获得了月的训练标兵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只要认真愿意去那遍 都可以得到 然后我就跟兵妈妈说 会拿一个训练标兵给你的 深夜 冰妈妈亲戚的话语 已是营绕在丁奥坤的耳畔 伴着妈妈的叮嘱 丁奥坤带着笑意 进入了梦想 后来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 问见冰妈妈 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那个时候感觉 真的好幸福 在我身边里 多了那种 母爱的感觉 第二天 丁奥坤起了个大噪 像变了个人似的 出现在操场上 由于体重的原因 军事训练是令丁奥坤 最没有自信的一个环境 而如何突破器械训练 这个难关 对他来说 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妈妈的鼓励 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与自信 激励着他 勇于接受挑战与考验 有一天晚上 我是十点多一点 去查烧 我就发现 这个叫器械厂 看到了有人在做器械 我过去电筒照过去的时候 我看见了丁奥坤 在那个地方 虽然我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他已经就是说 愿意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一步一个脚印 来证明自己 正当丁奥坤 暗地里使劲 一步一步朝着训练 标兵的目标努力的时候 一次意外事件的发生 又让他重新信入到迷茫 与失落中 直到现在队长 傅宇帅仍然清晰地记得 那天一大清早 丁奥坤急匆匆跑来找他的样子 他说我母亲得了这个叫一线炎 正在医院挂水 我要回去 按照规定讲 义务兵是没有假期可以休的 他一下子脸子就拉长了 那个时候我感觉到 真的一点认亲味都没有 自己亲生母亲如果出什么事情 我找谁去 我恋来还有什么意思 我还是不如不当兵直接回去 照顾我母亲好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 自己又一次进入了一个 困惑的时间段 母亲的病情 让丁奥坤陷入到焦虑与不安中 心中刚刚被点燃的希望之火 似乎又要一点点泯灭了 丁妈妈王中英 一边安慰丁奥坤 一边跟丁奥坤的舅舅保持联系 了解丁奥坤母亲的身体状况 后来丁妈妈每天晚上都给我打一个电话 到我们中队的外线上 接到电话他就告诉我 关于我母亲的情况 大概过了有七八天 我母亲手术结束能下床了 那个时候我心里悬着一块石头 终于放下了 所以说特别感谢丁妈妈为我所做的一切 此时的王中英 一边牵挂着丁奥坤母亲的病情 一边将自己的温暖与关爱 一点点倾注在儿子身上 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 忙碗家务 他便坐在灯下 把对儿子的牵挂与疼爱 凝聚在这一针一线中 晚上放铺睡觉的时候 我在我背的下面 发现了一双鞋垫 这双鞋垫真漂亮 上面闻着花 颜色也特别鲜艳 那个时候我第一感觉 我知道这肯定是比妈妈给我做的 有妈妈的味道 每个周末 武警长熟市中队的官兵们 都要把一位兵妈妈请到军营中来 这个周六 官兵们邀请王中英妈妈前来做客 谈起妈妈对他们的关爱 官兵们的心中 涌起了阵阵暖意 妈妈又来 给妈妈包一顿饺子 妈妈尝尝我们大家的手艺 谢谢你们 妈妈自从穿着你的鞋带以后 我感觉晚上上这儿 角度不冷了 感觉像热乎乎的 我感觉我一跑过的时候 没有进去的时候 我想一想 我叫你来穿着妈妈的鞋带 我就感觉充满了力量 妈妈我穿着你的鞋带 我感觉我的脚也不痛 你想想我以为只有金奥坤一个人 我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 你对我们真好 你们都是我的病 在妈妈的关爱与温暖中 丁奥坤一步步成熟 一天天进步 2011年新年前夕 在妈妈的鼓励与支持下 丁奥坤荣获了部队嘉奖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丁奥坤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用独特的方式 记录下自己点点滴滴的成长 来回报妈妈对他的关爱 每次进步 我都跌一个直喝 哪怕今天 跑步快了一秒 就跌一个 双杠多走了一个 我也跌一个 慢慢地累积起来 等我拿到训练标兵的证书的时候 我想把这些直喝 连同我的证书 全部送给我的兵妈妈 丁奥坤获得的奖励越来越多 直喝也越折越多 他对妈妈的爱与依恋 也与日俱增 我每爹每一个直喝面前 我都有对妈妈的一个愿望 我相信 亲直喝 可以把我的愿望带给妈妈妈 只喝碎小 等他就庆祝了我对妈妈的爱 春季的江南小城 野生人静之事 仍带有丝丝凉意 而此时的丁奥坤的心头 因为有了妈妈的陪伴 感到了阵阵温暖 双兵下手 请上车 双兵是否明确 明确英雄 当我把鞋链链链链铁里以后 穿在脚上 感觉特别的脑子 跑步的时候 总感觉跑得比别人快一些 上哨的时候 也总感觉妈妈陪在我身边 因为有妈妈一直陪着我 我不会输给任何人 我爱我的妈妈 明确英雄 文字幕终结 Cheading 都把风雪挂在海盘光 你做革命的 好方法 今年的五月份又是一个芦苇飘荡的时节 又有一百名兵妈妈和一百名助手长熟的新战士 相识在青青的芦苇荡 结缘于美丽的沙家邦 如今走在常熟的大街小巷 兵妈妈已经不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名字 而是一个群体 一种精神 一种象征 从六十多年前 经据沙家邦故事中 抗日杀敌 雍军之前的沙奶奶 到新世纪的兵妈妈 浓浓的雨水深情 就这样在这座江南小城中 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下期为您讲述